等一下等一下 豐富現在有在臉書上是不是 也有臉書 我們豐富也破10萬人訂閱了 是臉書破10萬還是什麼破10萬 YouTube破10萬 好了開始了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的YouTube豐富頻道已經破10萬人訂閱 所以也歡迎我們聽眾朋友訂閱豐富的YouTube頻道 也記得到臉書按讚豐富的粉絲團 只要在YouTube跟臉書上搜尋豐富 或是在我們的影片內文點選連結 就可以看到相關的芯片上架 例如說今天晚上段老師就會有一個台美ETF的最新的影片 在豐富上架 大家也可以去觀看 同時我們財經一路發的節目也會放在這兩個有聲的頻道上面 這兩個頻道各位都很清楚 它沒有影像 我們剛剛講YT YouTube是有影像的 類似直播或我們節目有影像把它放上去 那假設說我們一天兩個鐘頭的財經一路發節目 我們是用聲音的方式放在Packet上面 那同樣Packet上面一樣叫做財經一路發 所以你到Packet的商業欄目裡面搜尋財經一路發 或是說你看那個節目排行榜 就可以看到我們節目排在應該是在10名上下 那你也可以隨選重聽我們的節目 點進去就可以隨選重聽 那也記得大家就是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訂閱的話就是按那個小鈴鐺 喜馬拉雅是訂閱 那Packet按小鈴鐺 你就可以訂閱到我們的財經一路發了 比如說您在做飯 或是說您在今天有事了 這個下班沒有辦法聽 那回家要聽那怎麼辦呢 就可以到這個Packet上去聽了嘛 對不對所以蠻方便 現在這個媒體管道很多 那記得給我們按個五顆星啊 謝謝各位捧場 那等一下要講一個大事了 就是今天中芯國際的股價大跌 早上在港股的中心呢是停牌了 下午開盤之後呢 這個收盤也是大跌 A股曾經一度跌了10% 是因為出了一個人事大地震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消息 等一下我來跟各位報告 98新聞台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們今天這一段有直播 每個禮拜三這一個時段呢 我們都有直播啊 我們也會放在YouTube上面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說 中芯國際啊 今天一個人事大地震 那導致了今天中芯國際在A股掛牌 那股價是一度跌到10% 那另外呢 在港股掛牌的中芯國際 早上因為大消息 所以說停牌了 下午復牌之後啊 就是出現同步的大跌 那收盤好像跌了五六趴六七趴吧 那為什麼中芯今天會出現這麼大的跌幅 並不是美國制裁啊 或者黑名單這些消息 而是中芯啊 有一個人事大地震 大家都知道中芯國際的 首席聯合執行長梁孟松 這個突然呢 請辭啊 而且他是奮而請辭 寫了一個簽字文啊 給中芯的董事會啊 說他不幹了 那為什麼不幹呢 是因為呢 人稱蔣霸的蔣上義啊 要回鍋了 大家都知道 梁孟松跟蔣霸這兩個人 都是頂尖的半導體界的人才啊 也都是出身台積電啊 這兩個人曾經攜手啊 讓台積電擊敗過IBM啊 這個故事就講長了 所以這兩個人呢 在呃台積電 或者說台灣半導體界啊 可以講說是戰功標柄啊 那另外呢 梁孟松呢 也曾經幫三星啊 去這個開發過製程啊 所以他們在半導體界的能力啊 尤其是在晶圓代工 這一塊上面的技術層次 那真的是非常的頂尖啊 所以說為什麼這一個事情引發了啊 現在目前 呃全球這個半導體界的注目啊 主要原因就在這個兩個人 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啊 也不是一個等閒之輩啊 那呃 事實上這兩個人曾經在中興共識過啊 因為我們知道 中興現在董事董事長啊 叫周子學 這個人也是大有來頭啊 周子學也不是一個簡單人啊 他曾經擔任過啊 呃中國大陸的這個 信息產業司的司長啊 同時也擔任過啊 這個工信部的總經濟師的 這兩個重要的職務啊 那他從這個呃工信部的總經濟師的職務 2015年呢 就到中興國際半導體去當董事長 那他知道說啊這個半導體要發展啊 哦不是靠砸錢啊 或是說這個蠻幹啊 這樣就可以發展起來了 這個人是有深厚的這個科技背景啊 而且是有深厚底子的人啊 他很清楚半導體要怎麼樣發展 所以他知道說呢 因為美國台灣跟韓國在全世界半導體是頂尖的 技術頂尖同時人才頂尖 所以呢要這個縮短所謂半導體發展的學習期間 就把退休的蔣尚義給挖過來了 那蔣尚義呢 呃在這個台積電 最後做到所謂的這個coceo 當時張忠謀退休嘛 不是就有三個共同執行長嗎 就是現在的魏哲家劉德英 跟蔣尚義三個人是共同執行長 那後來蔣尚義就這個二度從台積電退休了 為什麼講二度退休呢 因為蔣尚義曾經在2006年就退休過一次 結果呢 2009年他又被張周謀給找回來 因為張周謀2009年重新回任台積電的CEO 就把他最得力的這個手下大將啊 這個蔣尚義給找回來了 那所以說呢 這次叫做二次退休 那他這個退休之後呢 他就到了這個中芯國際去當這個呃 所謂的獨立董事了 據說當時張周謀也挺不高興 只不過張周謀那時候並沒有啊 這個不不讓他去 因為蔣尚義去的決心非常堅強嘛 因為他是這個要去復任前三天才告訴張周謀 跑去新竹呃 台積電辦公室告訴張周謀這個事情 張周謀當時並沒有跟他講不行 那蔣尚義跟了張周謀保證了說他絕對不會做出 傷害台積電的事情 所以2016年啊 周子學呢 就把蔣尚義挖去這個中芯國際了 那隔年呢 就把這個梁孟松給挖過去了 梁孟松當時啊 這個正好是因為三星的官司 因為大家知道梁孟松啊 是2006年啊 當時這個奮兒離開台積電 他這個人啊 能力非常強 技術也非常的頂尖啊 但是呢就是啊 他在這個人事任命上面 就過不了這個坎 為什麼梁孟松在17年服務台積電 職務當到最高的這個 研發的這個未接的人啊 會奮兒離開台積電 就是因為2006年當時啊 張周謀不是要退休 這個當時張周謀要退休 後來又09年又回任嘛 那那時候呢 他就說 那我退休 我要這個所謂的共同研發 所以他要找兩個人出來做共同研發長 那其中一個人呢 就是孫元成 最後也在張周謀退休的時候 跟張周謀一起退休了嘛 就後來是張周謀選了孫元成 沒有選了梁孟松 所以梁孟松一氣之下啊 就決心離開台積電了 那因為梁孟松的太太是韓國人 所以說呢 他就轉到啊 這個三星去了 那時候三星正好 他是從這個28奈米啊 要進入到20奈米 這正好撞牆 也就是說他發展不出來這個技術的突破 正好呢就是用專機啊 迎接梁孟松去啊 又有一個旋轉門條款 所以梁孟松先到三星下面的 陳軍管大學去擔任教授 事實上 那就不是一個過度的這個 暗度陳昌之際嘛 然後呢就到三星半導體部門 幫助了三星啊 突破了這個所謂的28奈米啊 到20奈米這個坎 因為那個時候要進入到騎士場效電晶體 所以說三星完全沒這個經驗 那已經被台積電給超前了 結果你知道梁孟松這個人多厲害嗎 他直接啊建議三星從28奈米跳到14奈米 就是我不做20奈米了 直接跳到14奈米 然後呢直接是啊這個讓三星在當時超車台積電哦 所以各位應該還記得嗎 當時在2016年的時候 張州謀那時候五年前口中說這個台積電雷達上面一個小點的三星 居然變成是超車他的對手 好那時候讓整個法人圈大為震驚 台積電股價也大跌 而且當年就是蘋果的A9訂單也被三星搶去了 然後另外高通台積電訂單也被搶走了 所以那時候台積電一度危急啊 就是梁孟松啊 所以你知道這個人有多厲害啊 在這個整個技術半導體的研發上面是頂尖的人才啊 好那後來台積電就2011年就去告梁孟松 打了四年官司之後呢梁孟松敗訴 那敗訴之後呢就不准他在三星任職 就是說2015年12月31號你都不准在三星任職 所以梁孟松呢就後來就轉去了就2017年就轉去了中芯國際 當了所謂的首席聯合執行長 當然這兩個人啊他們手下都有很多半導體的大將了 這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半導體要發展最主要靠人才 另外就靠設備跟整個供應鏈 那他們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這些事情 他們手下都一票人 像梁孟松到三星的時候 帶了六個台積電大將去 那後來他要去這個中芯三星這個中芯國際的時候呢 這六個人就一個人跟他去中芯國際 可是他又從這個美國挖來一個非常厲害一個姓周的 這個去中芯國際 所以他們據說他那時候帶了200個人的團隊 研發工程師 其中很多都是從台積電去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愛恨情仇有多深 那這個故事好像講不太完 還沒講到重點 那以後有時間再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整個台灣半導體界這些人的事情很長 所以我們今天直播時間不夠 也許你在下禮拜一聽暖大哥的時候再跟各位報告吧 拜拜 這個可能要講20分鐘 有點這個故事結構比較長 所以一下講不完 不好意思